HELLO 大家好,又是居宇部的Billy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個單車傻佬的第二集 上回就說這個... 有什麼單車種類,和你選了什麼單車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選擇呢? 也是因為我也曾經試過淘寶買單車 我當時就買了這個中國大陸的上海名牌 Forever這個永久牌 我回想的心路歷程就是我想買一部單車 然後再踩單車 那時候就不懂得有什麼種類 其實我也不知道山地車和公路車有什麼分別 但是我覺得摺車的小輪可能不太好踩 所以就試一下淘寶買單車 當時其實也有點擔心送下來會是怎樣的 但是先試一下幾個水吧 因為那時候不懂那些品牌還是什麼 又不知道自己會不會三分鐘會倒 試一下幾個水吧,買一部單車 那它下來其實幾下就砌完了 就是它的車架已經在... 因為不是摺車,所以就離開車架了 然後後輪它已經安裝了 只是安裝了前輪 我記得是要自己放上去的 那它的煞波、線和波腳 它就全部已經可以轉到的 但是有很多卡卡的聲音,很不順暢的轉波 那個輪胎也是沒有打氣 要打氣 那當時也有很多東西全部都不懂 第一次踩其實都很辛苦 我那時候踩到這個大埔海濱公園 我也踩得很辛苦才踩過去 然後後來就...另外有個朋友就是踩摺車 於是我踩過他的一輪都挺好踩的 然後一下子就去了大埔單車店 新東京 買了我的第一輪接車 我的鐵舊師 有機會帶大家去新東京看嗎? 所以我就試了淘寶買車 或者叫網上買車 接著還有實體店買車 它兩個分別其實真的是... 你價錢上淘寶買車一定是便宜過在香港 找實體單車店買的 其實我也是現在踩了兩個幾三個月 一刻問我會都是推介你去到雙宿的 就近的單車店 那就是你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推過去去找他 他立刻跟你fix 到 但是迪卡龍的問題可能都是... 就是他不是叫本地單車店 就是可說不要聽 你有什麼問題呢? 你又不能去... 迪卡龍的員工不會跟他真的撿那些波腳 連鎖怎麼會保用你? 但是如果你本身 你對單車的知識很深的 你完全是可以自己fix 到單車上的問題 那你網店買車 我覺得都是一個省錢的方法 但是新手我們這些就... 去到就近單車店買就好一點了 其實最大的分別就是有售後和沒有售後 是啊 洗車這個問題呢 比如說我買四個輪的車 我壞車拿回去車房做 我洗車都可以拿回去車房洗 有沒有單車店有這個洗車房?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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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有啊 真的有啊 有啊有啊 但是你會不會給人洗單車? T9C就不會了 這麼便宜的 因為給錢人洗呢 他真的拆了配件出來 逐件配件買的 這麼瘋? 因為那些盤很貴的嘛 我們這次要幾千元拆出來 什麼鬼啊 我最多就是拆單車鏈而已 他們那些是真的整個陸 那些盤全部拆出來 然後會... 又要裝回 又要裝回 但是這些是他的樂趣 但是有些人就... 都是給錢單車房擦的 看看你要擦到什麼程度 花鼓啊 BB啊 全部拆出來 重新組裝那一次 但是其實抹完是除了外觀更漂亮之外 他的功能性也沒有 那些深層的清潔呢 就真的會 因為有些雪友 理解齒輪的那些位置呢 有時候我們下雨啊 或者是... 其實不下雨都有一些很多沙石放進去 長年不用呢 那他的沙石啊 各樣東西就會令到那些部件 你有時候經常會聽到異音 或者是一些極極極的聲音 長年都不保養維修下去呢 那他就很容易生售 或者是... 接合點就會移位的嘛 所以其實這些保養呢 真的要一直在這樣做的 其實... 我們小時候呢 大爺的單車是嘖嘖嘖的嘛 他一年是... 買完之後 成小都不會加鍊油啊 有什麼抹車的 我覺得是... 你當時代不同啊 那我們現在的車 就會保養 因為幾千塊 或者幾萬塊 是的 保養這些大家... 都要做啦 看看下條片會講一下 一些... 配件啊 和保養啊 怎樣的方法 好啊 這影片就先了 太長了 實體單車沒有買 可能是新東經濟太好 神經,永久保養 做你生意 做你生意很可憐 做你生意很可憐 好囉